目前中国是大萧条 大衰退 这种萧条跟衰退 抛去了政府融资规模增加的部分 我们整个社会的融资是疯狂的衰退 衰退的程度是腰斩的衰退 除了中国政府在融资 其他都在衰退 所以现在这个衰退是大家看得见的 所以现在我的感觉 为什么中国这么多人病 就是被中共洗脑洗得太彻底了 大部分都天生具备了奴性 奴才和奴隶的性格 也就是在现在生活中压力越来越大 大萧条生活一定压力越来越大 然后这个压力释放呢 你不找根源 谁给你带来压力 或者你干脆就全是了 放给自己了都行 不是 一般释放这个压力 现在大部分中国人要去欺负 那些不会有什么后果的人 或者事情 才能够释放压力 我们看看现在中国的事 完全以大家习惯了 什么在酿酒的粮食里尿尿的呀 什么在包装吃的食品 带着睡觉的呀 什么给油罐车里面注水的呀 什么专门让人家拉过期的生鲜食品 专门拉不给结账的呀 专门在电商上买大量东西 然后专门买了在退货的呀 吃完了饭找理由 少结账或者不结账的呀 仗着人多或者喝点酒 在夜市上专门调性女孩的呀 等等等等 就这些东西和现在整个中国社会大众 这么逗一个 一个老女人跟一个男的的感情 就能两天时间 整个中国人马大街 中国人释放压力的方式 就是绝不是去找根源 你妈中国共产党害我的 我现在弄不了 我憋着心里怎么去干的 我的冤有头债有主不是 要去欺负那些 可以随便去评价 可以随便去欺负 我什么尿尿也好 我什么注水也好 就是我那么快递员吃东西也好 反正我要去欺负那种 我可以欺负的东西来释放压力 中国共产党解放以后 带给中国人的这个教育 实际上就是目前把中国人就全都毁了 所以中国人如果有一个共性 中国国内的中国人有个共性 其实海外中国人也一样 包括我在内 一样有一个最大的共性 全人不全人都放在这 叫欺软怕硬 都有这么一个共性 遇见了问题 这一个问题 有八个关联方 你都知道谁是你最关键的东西造成的 但是欺软怕硬 你现在国内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或者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执行者 他干的 以全谋私也好 利益心心也好 干的 但是最终他一定会放过那个 柿子捡软的捏 人找老实的欺负 在中国国内的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国内很多人都不是柏阳先生说的那个被将刚文化熏陶的了 我觉得很多国内的中国人都是活在将刚和史刚中的区 特别是维稳系统里面的人 维稳系统里面的人 就是啊 为什么那么多公典法的干了 我前段时间看人家法官被人家办了 还有什么警察啊 出去逃理逃不着理 然后让其他地方哼的特别狠 还自己在朋友圈写 我说你傻逼活该 你他妈自己在带着你关帽的时候 你不就是那个最烂最狗屎 天天帮着中共共产党到处咬人的那个疯狗吗 你现在有啥委屈的呀 所有什么公检法的 还有什么军队的 还不合理 什么退优军人 你有什么可委屈 你已经当了中共共产党的疯狗了 那你被放弃了 那一咬人的时候 你咋不记得呢 所以一方面呢 大部分中国人真的面对真正给自己造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的时候 就是软塌塌的魅骨 如果能被认可 进到权利面 我也参加贪腐 玩命贪腐 高兴的要怎么欺压人 怎么欺压人 对啊 一样的 另一方面对自己反过来被欺压被委屈的 对自己能够欺负能够撒泼的人 极尽喷粪跟放屁的功能 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去找人家麻烦干嘛 你很多事 你去大街上还有很多东西找人麻烦干嘛 这是人家造成的吗 快没饭吃了 就这几年的事 快没饭吃了 按这个价值 大家也看得出来快没饭吃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每个月的出口越来越少 但是进口少不了 而且越来越多 进口的你看看这段时间进口增长的都是一个东西 粮食 好好去看看这段时间 中国 第三季度啊 第二季度我没查 第三季度一直到十月份 我们进口增加值增加的主要部分全是粮食 那你就要想一个问题了 如果中国人真的粮食很富足 我这人一般不听别人说什么 如果中国真的粮食很富足 为什么我们这几个月进口的增加值全是粮食呢 那个就是个大问题了 大家要想一想 所以一旦中国共产党手里没有这么多美元 而且我们进口的粮食都得拿美元买 跟大家讲啊都得拿美元买 拿欧元英镑买 所以当一旦中国手里的外贸没有这么多闲钱的时候 那我们进不了这么多粮食的时候 可能就真的到很多人吃不上饭的时候了 十八亿亩 你看看现在农村的土地都包出去了 都在做啥 自己有时间看看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你们知不知道中国所有的粮食种子 中国是产不了的 我们袁隆平等等产的那些种子 他如果真去种植了 他能增加产量 但是口味会变得很差 袁老师这辈子解决的是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不是吃的好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种的种子 几乎没有袁隆平做的种子 他的种子大量的解决的 想办法研究的 都是如何让中国人别饿死的问题 而不是让中国人能吃的好的问题 所以他的种子提高的是产量 不是口感 我们现在中国人所有你们大家吃的东西 几乎所有的种子百分之百都是进口的 进口的 现在的种子就种一剂 种完了那个粮食 留不下种子第二年还要进口 所以如果真的国外一收紧 对中国种子的粮食的进口 中国人就开始 最起码不能说吃不上饭 就吃不好东西了 猪也一样 鸡也一样 我们现在所有吃的好的猪和鸡 都是国外进口的 那国外呢 掌握这种技术就导致这个猪和鸡 如果你不断的进口 它很快就就下降了 那个词我记不得怎么说 就是那个不纯了 所以这样它的产量 什么东西都下降 那为了保持它的鸡肉 还是这么好吃 还是这个产量 猪肉还是好吃产量 你就得经常的去进口国外东西 我们现在吃的所有东西一样 所以一旦中国真的 对于国外的这些 吃的进口程度下降了 中国人先不说能不能吃的饱 反正吃好 对于绝大部分老百姓来讲 肯定是没戏了 肯定是没戏了 做国外的贸易是这样的 我跟大家说真心话 贸易的难题是在哪 不管是哪的贸易 现在有人说我开始去做什么 非洲贸易 我因为做过贸易 我倒腾汽车 我那个时候是从迪拜 把二手的丰田卡罗拉 倒腾到哈萨克斯坦 那么车的利润有多高呢 我告诉大家 翻倍再往上 比如说我在这 10万人民币 举例10万人民币进的车 我在哈萨克斯坦 没出去 旧车二手的 我在那就能卖22万到25万 就可以出去 但是这个生意 我为什么不做了呢 这个生意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我到了哈萨克斯坦口岸 非洲的生意 阿联酋的生意 都是一样的问题 我清不了官 也就是我出不了这个海关 因为这些国家都是靠这些潜规则做事情的 潜规则 当地的官员你喂肥了 他再喂的时候 他可以做 但是他一旦下了台 那你再去喂他 可是喂的这个过程 喂的这个钱 还有很多东西打通 都是要花大量的资金跟实力的 有时候甚至把你前期的很多利润都吃干净了 所以呢 最后呢 因为我后面的两批车 清官就出现了问题 多长时间呢 六个月没有清官 连罚款支纳金各种东西加起来 就把我以前的利润都吃干净了 我还是找了人拉了关系 最后清官以后出去 我就没法去做了 我只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就都知道了 也就是您在做海外的外贸的时候 如果反对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强 不喜欢中国的人越来越多 或者跟中国人打交道的非洲人 这是我的一些朋友在非洲做生意的经验 他越来越需要你给他 因为他知道你受全世界的剥削 你再跟企业关系好 你不给他负责相关的清官 做相关的业务 你做不了 那最后就对不起 您就挣不着钱 所以呢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闹 逻辑上能挣钱的生意 在现实生活中能挣钱 是有很多细节来决定的 而贸易中 从海上的运输 专专专走这段你看得见 走了以后海上的运输 到那边清官到客户手里 一大堆东西是你不能控制在手里的 这个东西就只能看天命了 那就是天命了 好吧 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 又听我瞎砍瞎啪啪 睡个好觉啊 赶快做梦吧 睡个好觉 要事员